原标题 17次对抗组织审查 一名科技干部的顶峰违纪之路 销毁证据 造假创工 17次对抗组织审查 一名科技干部如何走向顶峰违纪之路 既检监察机关又是如何使其认错伏计 从而进化基层单位乃至系统的政治生态 湖南整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简称怀化分院 原党支部书记院长吴卫华违规操办生日宴 受到撤销职务处分 其他组织或参与生日宴的六名人员 也受到严重警告警告等处分 该案的查处 既是对种种观望质疑质地有声的回答 也是对基层党员干部的极大警醒 怀化分院的职工普遍反应 特检院不仅要对特种设备进行检验 更要对党员干部的党姓党计党风进行检验 中央纪委转办科技干部问题线索 审计委六次听汇报 驻省工商区期前组持接查办 反映出八项规定越来越严 去年12月3日 幻化分院党支部书记院长吴卫花举办生日晚宴 使用单位接待用96平超3000元 宴席过后在室内某高党歌厅唱歌 中央纪委党风阵风监督信息管理系统对一个科技干部的群众举报 以转办件方式交给湖南省纪委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纪检组规口监督这一问题线索经省纪委党风市 驻省工商区纪检组到省之间 局党组最终交省之间局特检院办理 举报反应的问题与事实不符 省之间局特检院纪委在此次调查的关键环节中 仅用三个小时就与11人进行谈话 随后将这一结论逐级上报 今年2月13日 驻省工商区纪检组认为这次调查敷衍了事 基本事实还没有查清楚 建议省之间局党组派人调查 举报反应的问题与事实不符 半个月后 省之间局党组做出同样的回复 并建议对举报信做了结处理 生日晚宴是否有计划 有组织是否用公款报销支付晚宴 娱乐费用是否有生日祝福一事 是否收受生日礼经 省计委党风是认真 分析调查报告 发现证据材料前后矛盾事实不清 提出八条书面都办意见交给 驻审工商局纪检组 今年3月23日在初和掌握涉嫌为纪关键证据后 驻审工商局纪检组决定对吴伟华立案审查 湖南省纪委党风市主任林张良告诉记者 这一案件曝露出省职监局党组及省职监局特检院单位 即为履行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利的问题 在整治四封问题上绝不能敷衍应付 当二传手绝不能对上级纪委交办的问题线索一转了之 省职监局特检院单位纪委就及履行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利的问题 写了书面检查并举一反三开 战自查自咎 驻审工商局纪检组组长李池介绍 对一名科技干部大操大半生日宴的群众举报 中央纪委来转办 我们省纪委六次听汇报派驻审检组组直接查办 这些都反映出八项规定质地越来越严 湖南省纪委负责人说 一顿饭一杯酒一张卡都不是小事 蕴含大政治 是党员干部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的体现 是鹏两党员干部能不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重要标准 对抗组织审查十七次 从查不出问题到查出多个问题 从反映一个人的问题到七个人受处分 经历了两次调查 两次都有惊无浅 吴卫华的侥幸心理得到纵容 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以党性担保没有违纪问题 第二天就把生日吃饭 唱歌的钱给了单位出那头猛猛 在怀化世纪委谈话点肯心源 吴卫华在出何阶段第一次谈话有恃无恐的说 当天我们到怀化市以大型超市调取怀化分院公款 购买购物卡的卡号 消费付款等情况 超市流行负责人软磨硬抗 先是表示由于时间求援找不到 后又暗示工作人员在电脑上鼓倒一个多小时 以系统升级查不到 婚弄我们住审工商区期检组审查人员 张凡翔说 接触到的超市员工表面上都很配合 但就是不提供购物卡信息 出那头猛猛 是吴卫华公款报销支付当天生日宴费用的 经手人不管跟他谈时要问题 他都不说真话 此案审查人员介绍 谈话过程中我们严肃的看着他 他也直勾勾的盯着我们 还眨巴着眼睛 没有一点心虚的表现 吴卫华案涉案人员 深知一旦行为败露 被剥夺的是自己的经济利益 甚至政治生命 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 利用一切机会赋予顽抗 千方百计五盖子 用定额餐饮发票 替换增值税餐费发票 造假写着退三瓶字样的退酒单 到签酒店住宿费收据的日期 与怀化分院副院长会计 出纳多人串工 审查人员告诉我们 吴卫华在立案 审查后 前后17次对抗组织审查 不仅组织多人串工 定立攻守同盟 更是销毁货卫 造设及当地酒店 歌厅 宾馆 商场 加油站的票据 证据企图满天过海 逃避惩处 摸高一尺 道高一丈 吴卫华企图通过与组织耍心眼儿 掩盖事实真相 无疑是作俭自服 审查组综合失策 获取了关键证据 包括吴卫华电话记录 生日宴消费抵单 公款购买购物卡证据 用电梯检测费 充抵住宿消费等协议 在铁的证据 完整的证据链面前 吴卫华不得不承认为 济世实 经过反复教育 吴卫华在谈话结束时 对着审查人员 深深地举了一功 审查人员张凡翔认为 这不仅是给审查人员 鞠躬 也是给组织鞠躬 是对组织教育的 幡然醒悟 是对组织挽救 从内心深处 产生的一种感激 驻沈工商区 气简足 此事办得好 沈继伟负责同志介绍 按照十九大新不住新要求 抓作封建设不松进 不停步 再出发 八项规定职地 越来越严 挽救了一批基层党员干部 政治建设缺失 个人特权思想滋长 在吴魏华危机案上表现比较集中 多年从事专业技术检验工作 长期忽视政治理论学习 忽视党性修养 忘记党的宗旨 总认为 打点擦边球没关系 出不了石窑大事 检讨书的内容 不仅是吴魏华的真实写照 也反映了一部分干部的心态 省职监局党主负责 同志说 吴魏华危机案表明 十一时候政治建设缺失 十一时候就飞出大问题不可 一个时期以来 淮华分院在上级监督太远 树地监督不顺的制度环境下 众业务清党建 众工作业及轻作风养成 政治底色蜕变 理论学习流于形式 公款吃喝石油发生 公车私用 私车开工 由报过路费 屡见不鲜 高小金库习以为常 严重污染 政治生态 吴魏华出身于普通农家 毕业于技工学校 曾经是一个能力较强 相发展 谋发展的干部 从职工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 在同学中是佼佼者 随着当领导的日子年复一年 当官就是为了发财的念头 逐渐萌生 特别是当上怀化分院一把手后 在他思想深处 抽人头底 光宗耀祖 做人上人的欲望 变得越来越强烈 特权思想 由此滋长蔓延 最终遭遇人身滑铁卢 有了特权思想之后 吴魏华 狂妄自大 对服务企业 高高在上 经常耍微风 优越感泛滥 怀化分院 现任党支部书记 院长罗智天这样说 认为自己是领导 应该获得更好 更特殊的照顾和待遇 出差要住更好的房间 喝更贵的矿泉水 吴魏华之所以 胆大妄为 定峰为继 集体作案 重要的原因是 低估了党中央反四封 坚如磐石的决心 认为抓八项规定 是以阵风 会松进停步 省机卫助审工商局 纪检组组 张李迟说 吴魏华被查处后 我们深刻反思 举一反三 把政治建设摆上首要位置 大力提高把握政治方向 政治立场 政治大局的政治能力 让政治建设真正助魂扎 跟湖南省职监局党组负责人说 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要以身边案为界 吸取教训 接受经常性纪律教育 强化纪律意识 省职监局机关党委负责人说 今年来对职监局各内设处事和13个直属单位重点排查 所拿卡要政府采购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十类风险 省职监局特检院出台的连政行为 七条红线组成检查小组 对下属分院财务管理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看到吃喝玩乐惯性仍然很大 反弹势能也在积蓄的深刻论断 对那些心存侥幸迟疑观望的干部来说 图谋公家陷柄之客就是制造自身陷阱之时 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全面从研制党压倒性态势 特别是严抓作封建设和八项规定 挽救了一批基层干部 湖南省纪委党风式干部反应 如果说全面从研制党是决定党能否长期执政的关键一招 那一八项规定就是全面从研制党的重要窗口 绝不能让四封问题卷土重来 一旦反弹后果不堪设想啊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爆爽滚制图 则任编辑张迪